当带儿子出去吃 遇到美食荒漠 你要出来吃 我带你来了 你都吃啊 你怎么来的 我好吃你做了 你说啥 天主 王八 你吃一碗 你也知道 现在在家通常的条件 不许能做成饭啊 行行行行 只要是你做的就行 只要每天不一样就行 那没问题 今天这个饭可有名了 叫耳光炒饭 哎呀 这只是一种比喻 就是说好吃到 打个耳光都不愿意放下碗 所以可想而知它有多好吃 用两颗蛋拌一下米饭鲜 炸好就变成黄金饭了 然后起锅烧油 把虾头炸香 捞出虾头 用这个油来炒咸蛋黄 哇 这 用这个炒饭它能不好吃吗 这时再把虾蔬菜粒 黄金饭统统丢进去 翻炒 调味的话就只放盐和黑胡椒 就是最好吃的了 这款炒饭炒出来 就是粒粒分明的 说是属于炒饭界的天花板 那虾油和咸蛋黄的组合 真的鲜香无比 挖我大老爷就闻到香味了 还有我最爱吃的流行蛋 怎么样 好吃吧 先一炫两口再说话 我今天要吃 这种粒粒分明的 比羊肉炒饭还好吃 但是没有胡萝卜就完美了 那才几粒胡萝卜呀 胡萝卜吃啥呀 还吃炒饭啊 我这百变炒饭库还多着呢 今天是五花肉腊白菜芝士炒饭 五花肉要剪的焦巴的 再加洋葱 和腊白菜再加个味儿 然后再把米饭扣进去 压散 咱们炒均匀 这个啊就是酱汁的口感啊 炒匀了转小火 盖上双铺芝士 再盖盖子焖5分钟 等芝士全都化了 就可以吃了 吃之前得把芝士搅一搅 酸辣可口的泡菜 搭配浓郁的芝士 我还能拉好长的丝 一人一锅都不够吃 哇 今天这个啊厉害了 你尝尝些 这是烤肉店的招牌炒饭 就是好热的味儿 哎呀 今天做个啥炒饭呢 这牛肉压轴的 那必须得是最好吃的 肥牛黄油炒饭 小火煸出牛肉的油脂 再加几块黄油 会让炒饭有特别的浓香味儿 再放两勺蒜末增香了 再来碗玉米粒 再调个找少汁 把汤汁收干 咱就很入味儿了 最后再放把嫩青菜就可以吃了 西芹和牛肉那也是很搭的 感觉这个做法又有点像会饭 但是炒干后又香绝了 三天之后又三天 我都快吃十天炒饭了 那我给你点外卖 啊那还是赞的 我要吃你做的 好不好 我现在顾不上跟你说话 我的口腔被香味占满了 今天这个根耳光炒饭是真好吃 过泥辣怎么又不吃啊 我们俩都饿了 你们俩下午吃过烧烤 蛤 发负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 我没事想念的 你当时我吃了 我们俩帮忙 你还来吃的 你还来吃的 好